站在路邊聚集聊天喝飲料 但口罩通通拉下巴 高雄大港開潮人潮擠爆蛋 亂響一箩筐 美食區只能買不能吃 卻有人忍不住脫口罩打吃特吃 還有橋下遊客做一整排 狂嗑包子 喝飲料 無視禁止飲食告示 商場美食街大爆滿 咪咪媽媽 龍喜狼 但桌與桌靠太近 餐廳大排長龍一小時也甘願等 人跟人只間隔三十公分 就有網友在PTT上發文問 台灣人最怕死了 還敢繼續內用嗎 脫口罩內用民眾似乎都很放心 網友留言加照片說要內用彩箱 內用給你看 餐廳都訂不到 連食連制都不掃爽吃 每週都去內用打三劑了怕什麼 如果有感染跑到台灣來的話 對我們也是全新的挑戰 所以不是維生 我是怕另一波的開始 防疫是多重的 比如說我戴口罩就不要打疫苗 我打疫苗就不戴口罩 專家警告疫情隨時可能超展開 4月1號口罩令也確定不鬆綁 總之要這一波能夠看清楚了 才會有所改變 口罩令還要繼續千萬別以為打三劑 就沒事就怕本土疫情這波未平一波又起 記者台南高雄綜合報導 請上這個夢夢水 獨家配方啟入入睡關鍵 舒眠的元素能夠安定舒緩神經 讓你身心達到放鬆 當中有纏酸調節情緒 增強抗感能力 還有德國陽光局萃取物 可以紓解焦慮幫助睡眠 睡前30分鐘來一包夢夢水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